苏友朋39歲自稱大叔 回台拍片爽大過一切 乖乖乎苏友朋回台湾為此上活動 咱們跟著狗仔鏡頭看看他人氣如何 人氣還是很旺嘛 等一下就要去見一個台北 他都這樣說了當然要跟著去囉 不忍著我 會上來 怎麼了 怎麼了 有這麼開心嗎 今天是跟誰吃飯 我見一下導演 是哪一位導演啊 哪一位導演 在哪一位 請問他 客人超豪大海跟狗仔畫家長 沒有 我其實平常都會回來啊 我沒有工作都會回來啊 開始自己家最久 金東獎怎麼沒有回來才能加上去 我會來金馬 會來金馬是不是 是頒獎嗎 頒獎 還是特別的感覺啊 你要把我當外國好不好 我這裡很熟好不好 怎麼可能 你覺得要一個是誰 為什麼 是哪一個來砸台的 坐著要怎麼拍啊 就這樣 色鵬今天在看媒體餐序 今年39歲的他除了嘴上的毛和臥蠶 稍微厚了臉 臉上沒啥色葉痕跡啊 你自己現在可以接觸被叫淚大叔 我就是大叔啊 你會叫我大叔我OK啊 大叔說他定期修佛打殘機 算是挺重視養生 網友不在說你也要去唱歌嗎 其實還是愛唱歌啦 其實做唱片 其實就是出錢嘛 對我來說 現在又變成要換個跑道 因為我現在比較專職在演戲方面 剛剛錄了一個片尾 那有新的就是那個風格的定位 先讓大家重新定位一下 現在的那個狀態吧 來完唱片 再來問問他和台灣導演 面試的結果 如果去電影的話 就應該很開心 對啊 對啊 很開心 超開心的 如果直接拍電影的話 你騙球會 完全不在意 這是為了錢的事情 誰缺個錢生活或是買個包嗎 沒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主要是這樣子 你現在很有錢 對 會不會 能夠回來拍戲 這個東西 爽大過其他一切好不好 哈哈 我們回了新聞 爽大過其他一切 報導